女人脱下外套 露出紧身衣包裹的完美身材 拿出小皮鞭 在男人的背上抽打着 你以为这是要玩游戏吗 那你可猜错了 下一刻 女人趁气不备 狠狠地就扭断了对方的脖子 只因她是一个杀手 而已经没了呼吸的男人 正是她的任务目标 女人名叫小美 几年前 警察闯进酒吧 搜查着最近 单独来到这座城市旅游的客人 一个男人警惕地将手放向腰间 那里赫然别着一把手枪 就在她准备突出重围时 小美走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放下裙摆 遮住绑在腿上的匕首 两人相视一眼 就十分默契地拥吻在一起 成功逃过一劫 因为这奇妙的缘分相识的两人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并且步入了婚姻 哪怕两人毫不了解 这天夜晚 两人互相背对着对方装扮 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出了门 小美来到酒吧 以美色诱惑 将任务完成之后就回了家 正要换衣服时 男人就回到了家 她担心对方起义 皎洁地从衣柜里拿出裙子换上后 才和对方一同前往朋友的宴会 第二天一早 在男人出门上班之后 小美立马就起了床 来到厨房 随意操作了几下 原本的烤箱竟出现了家层 打开一看 竟是各种手枪和匕首 她将武器装备好后就前往了公司 听着下属给自己汇报这次的新任务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小美就来到了目的地 提前做好了旅游攻略 将炸弹和机关埋伏好 忽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小美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情况后 发现对方扛着一个炮 毫不犹豫地就拿出枪 快狠准地给了男人一梭子 男人反应过来之后 找到掩体 立马就朝着那个方向开了一炮 房屋瞬间化成废墟 并且飞下了一个电脑 她正要走过去 就被远处的爆炸震倒 而目标也因此逃脱 这个男人正拿着枪追赶她的妻子 眼看就要追上时 一个亮枪 枪走火了 同床共整了六年的丈夫 竟然会一句话不说就直接开枪 愤怒的小美一脚油门就撞了过去 男人纵身一跃 打碎玻璃钻进车子 小美马上跳车 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 男人就连人带车冲出了护栏 时间回到那一天 任务失败并且受伤的小美气急了 来到公司立马就要求下属 找出这个人是谁 殊不知男人也拿着她的电脑 查询着主人是谁 黑客很快就攻略出系统 找到了地址 男人一看 马不停蹄地就来到目的地 看着公司楼下写着的名字 瞬间就惊呆了 而此时的小美 看着路下的男人背影 也认出了这个人 就是自己结婚多年的丈夫阿伟 恰好阿伟打了电话上来 两人约好七点共进晚餐 但在回家的路上 都对对方充满了猜忌 阿伟站起身 准备给小美倒红酒 然后故意将酒瓶落下 却被对方稳稳接住又放下 两人一同找借口离开 阿伟拿出枪 在房里找寻着小美 却看见对方开车准备离开 他想也没想的就追上去 本想挽留对方 无奈枪走了火 差点打中小美 他走出来准备解释 可对方已经沉浸在怒火中 猛踩油门就朝他撞来 阿伟趁机扣住车顶 让小美冷静 却不料对方直接打破天窗 让阿伟掉进来 然后跳车逃走 阿伟同时也被车带走 一下子就撞破炸了 飞进树林中 身份暴露后 两人都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 那就是在48小时之内解决对方 小美带着人来到家里 对着家里就是一顿搜查 可看到结婚当天的录像 还是于心不忍 但组织的命令无法违抗 小美只好继续调查阿伟的踪迹 没想到的是 对方倒是自己送上了来了 阿伟躲进通风口 潜入他们的秘密基地 让小美乖乖消失 否则就会彻底毁掉他们 但是好胜心作祟的小美 怎么可能愿意呢 立马就带着人撤离了 而阿伟也错失了绝佳的机会 男人站在电梯里 透过监控设备和那端的女人交手 他们都在互相试探 企图让对方消失 随着女人一声令响 电梯发出巨响爆炸 迅速下坠 落在地面砸成碎片 谁又能想到这两人 前几天还是如胶似漆的夫妻呢 小美坐在餐厅内独自落泪 只因她以为阿伟在电梯里死了 没想到下一刻 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对方给她倒上酒 坐到她的对面 笑谈着生杀大事 阿伟邀请小美共舞 实际上是为了拿掉对方身上的武器 小美借口离开去了洗手间 不到三秒 就发生了爆炸 阿伟正得意地上前准备查看 谁知一回头就看见了离开的小美 她连忙追出门去 却被路人听到了身上的滴答声 反应过来的她连忙将外套脱掉扔进垃圾桶 疏散开路人后 垃圾箱立马就炸开了 她生气地开车离开 并且打电话给小美 约定在家里见面 刚到家 两人就发生了混战 子弹将家里扫荡地溃不成绝 没有枪之后 两人又你来我往的牛打起来 拳拳倒肉 恨不得送对方去见阎王 可真当互相拿着枪指着对方的那一刻 才发现真的下不了手 可是就算他们想要放过对方 公司也不会答应 大批人马倾巢出洞 只为杀了两人 他们想到一个办法 只要找到一个重要目标转移注意力就好 于是一同潜入了警察局 将之前逃走的目标如走 结果拷问下才知道 一切都是公司搞的鬼 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杀了他们 两人决定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只要不在一起 就还有机会活着 可是对方欺人太甚 将他们逼到了绝路 两人拿着枪决定破釜沉舟 默契配合地扫荡了所有的敌人 简直就是开挂本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人总算在完全了解对方之后 依然选择相爱 虽然不知道后续是否会有组织 继续对他们发起追杀 但是两人都是金手指南女主 要想彻底让他们消失 估计有些困难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